当地时间1月2日,美国国家航空航行局公布新式野号探测器拍摄的,位于太阳系边缘的天涯海角,Ultimate,Soro,天体图片。 1月1日上午,拿发收到了来自新式野号探测器的信息,确认其成功近距离飞略遥远天体天涯海角。 新式野号在距离地球65亿公里远处,高速飞略天涯海角,与其最近距离约为35公里,保平安的称号,在飞略后约10个小时才抵达地球。 天涯海角位于太阳系的边缘,科伊伯的Cooper上。 这是一个遥远的,到太阳公传的冰冻物之带。 因为处于冰封状态,科学家认为,对它的研究可能有助于弄清太阳系是如何形成的。 新式野号于2006年1月19日发射升空。 在飞略冥亡星后,急于观测结果和探测器的燃料情况,科学团队决定以太阳系的第三区可以搏带逼天启,2014。 MU69,作为下一个飞跃目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买赞哦。